暑假期间许多家长都烦恼孩子们的休闲娱乐以及学习 而在卓西乡有不少的文化相关活动 卓西在古部落发展协会第一次办理 112年度的原住民学生属其祖语体验营 将近有50位的国小生来参加 也特地选在森林露营区 让长者用祖语来介绍植物 以及祖先早期在山林的生活 透过三天的沉浸式祖语教学 让孩子们把祖语带回家 小朋友坐在录影店上 还被树林包围这样的氛围 用祖语自我介绍 这是卓西赛古部落发展协会 办理的112年度原住民学生属其祖语体验营 其实我本身会听 但是说不是说很会说对 所以我就想说 因为自己不会嘛 那我也透过这个机会 请我们也是我们本村的主语老师 跟那个长老来做教课这样 然后我在里面也可以顺便学习到说 我平常没有学到的或者是我没有听到的语言啊什么什么 都可以来一起来跟小朋友做学习 将近有50多位的学生来参加 不仅是卓西乡内的布农族国小生 也有外地的布农族学生也一起来参与活动 我想要学会怎么讲布农族的话 可以学习到学那个母语和那个介绍的 介绍自己吗还是介绍自己 介绍自己认识别人 学习到母语吧 因为主题是大力说主语 然后大声唱主语 然后想要再学更多的主语吗 对 孩子们都很期待接下来的几天 能够多认识更多的主语词汇 睡假期间 许多家长烦恼孩子们的休闲娱乐 以及学习 在卓西乡有不少的文化相关活动 卓星赛古部落发展协会 特地选在森林露营区 让长者用主语来介绍植物 以及祖先早期在山林的生活 透过三天沉浸式的足语教学 让孩子们把足语带回家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